美国咬牙砸了400亿来转移台积电 想重回制造业巅峰 没想到却赔了夫人又折兵 芯片的重要性不需要多说吧 大到国防 医疗 小到汽车 手机 只要是智能设备 那就都需要半导体芯片来支持 中国 新加坡 韩国等国 制造业技术迅速发展 美国已经失去控制全球制造业的能力 希望能够借助外力来重振制造业雄风 而台积电啊就是他的选择 拜登咬牙砸了400亿巨资 在亚利桑那州建了台积电晶圆厂 还把一部分台积电技术人员 举家钳制亚利桑那 可谓煞费苦心 这么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案 在美国历史上都少见 为什么美国掏空家底也要选择台积电呢 统计数据表明 台积电在全球的晶圆代工市场中 占有率达54% 怎么理解呢 全球范围内没两块芯片 就一个是来自台积电的 早在22年底 台积电就实现了3纳米芯片量产 台积电的3纳米工艺 在功耗 性能 面积和晶体管技术方面 都是全球领先 还凭借最多的EUV光刻机 占了全球晶圆订单的70% 所以让老美十分垂涎 台积电奔赴美国建厂 真的是认贼作父吗 老美多次邀请台积电赴美 并提供具有补贴 目前啊 台积电也终于赛美建厂 虽然美国的做法看似掏空了台积电 但是这不仅没有让美国重回巅峰 还暴露了它的弱点 台积电也没有把产业公署让给美国 台积电的核心骨干仍然留在国内 而亚利桑那州仅承担台积电 在全球3%的代加工 根本不能改变美国芯片的尴尬局面 一方面 台积电赴美本身就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美国人力物料成本都比中国高 况且啊 还要搬迁 远不如本地发展来得快 另一方面 台积电也不傻 干了这么久的半导体 清楚地明白 要想在芯片领域走得长久 就必须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把握芯片发展的主动权 而不会被老美羡慕杀驴 那为什么台积电还要千里赴美呢 当然有好处 比如来自美国的大额订单 以及老美的友好关系 但是啊 台积电并没有把核心技术和人员 一并傻乎乎送走 而是深藏不漏 仅在美国建立了5纳米和3纳米的先进工厂 而这个程度的技术 美企业自身也能在两三年追上 真正的核心技术 也就是1纳米2纳米的晶圆制造 仍将在新竹科技园区建造 那台积电赴美到底会不会影响 中国的芯片产业呢 给社长点个赞 咱们接着聊 破除老美的卡脖子威胁 中国芯片正在崛起 到底是什么给了中国人信心 美国掏空台积电不断打压华为 还不让荷兰卖给咱们光刻机 动不动就威胁我们 但这挡不住中国芯片崛起啊 逐步破除国际卡脖子威胁 一步步实现芯片自由 台积电是中国芯片之光 而它的崛起历程 也代表了中国芯片的崛起 都说台积电的成功 源于人和地利天时 其实啊 归根到底就是人才 资金市场缺一不可 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 被称为半导体之父 他本来啊 是美国德州仪器的三把手 在退休后 带领一批工程师筹办了台积电 给台积电做了人才储备 半导体产业是台湾经济的命脉 台湾当局啊 也毫不吝啬地 据全岛之力支持台积电的发展 为其技术发展奠定了雄厚的资金基础 更巧的是 当时啊 美国为了制约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发展 选择扶持台湾韩国等地 而台积电呢 也趁机打开了国际市场 此后数次在和三星的芯片战役中获胜 获得首席位置 随着奖上亿 梁梦松等越来越多的半导体人才流入内地 以及华为中芯等本土科技企业的发展 相信国产芯片崛起的步伐 咱们下期再见